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港股在期末結算日 整體走勢來說 都屬於一個叫做上落為主 早段時間來說 恆子低開了幾點之後 開始走勢稍微反彈 但是很快也受到內地方面 有些傳聞就指 內地要求騰訊、亞里 將他們手上的一些後數據資料 全部轉入一個公營機構裏面 令到一度的時間 港股在科技對股份的走勢 跌下來的情況下 令到指數是跌回頭的 曾經來說是落到25,200的水平 不過整個下跌的形態 但是似乎在短期內沒有出現 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或者跌破的狀況 尤其是現在看回 恆子最後收市的時間 都能夠轉跌為升 升的幅度雖然不多 只是131點 如果計算百分比來說 只是0.5% 也看到成交額再減少 剩下1365億 都顯示著投資者入市的興趣 不是太大了 不過可以留意 整個港股在這一陣子 多次去試博力加通道的中軸 或者20千的移動性均線之後 沒有辦法明顯突破到 四次升到這些水位之後 都回調 的確確都是反映了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仍然都是一個非常之強的阻力位 不過升不穿的同時 但是又沒有出現 那個指數 出現一級一級的下跌 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顯示著動力是在減弱的 所以也會預計 現在來說 整個指數還是屬於一個 叫做整固的局面 尤其是恆治在7月份的時候 跌到下去 低位 見過24,700的水平之後的反彈 接著在8月再跌 見到一個跌到24,500的水平之後 整個市面開始有一個回穩的狀況 尤其是一種科技類的股份 走勢就不算太差 也會見到 之前在一些比較弱的股份 譬如好像是一些汽車類的股份 都在這兩天來說 逐步地反彈 預計一下 現在整個港股 還是繼續在回穩 或者在做一個整股 升不破20天的二龍平均線的同時 也都暫時不會再跌低過24,500的水平 以現在去看回每天的股份 升跌的比率 其實都去到大概1比1的水平附近 都顯示著 投資者的信心是沒有之前那麼弱的 我們也預計 恆治在短線裡面 還會繼續反覆 令到保利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是需要再進一步收窄 而現在來看回 差不多2000點的垂直高度 仍然是太過闊的 可能真的要收窄到1000點左右 市場才會真正出現一個 比較明確的方向 投資者可能短期還是要繼續選股 不要炒市場 今天來說 比較多不同的板塊都升上來 無論是說 汽車類股份 電池類股份 航運類股份 都有個不錯的表現 短期來說 投資者應該都會繼續留意這幾個板塊